半夜凌晨火光炸裂 熊熊大火不斷竄出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迅速吞噬兩間連動平房 鐵皮屋還被燒成一團火球 還傳出爆炸聲響 他上完廁所之後 火光從我後面直接爆開 爆開我就趕快飆車騎走 那個阿伯呢 我就不知道他跑去哪裡 我是怕他跑進去 事發在21號凌晨 有民眾在鐵皮屋外 看到火光爆案 消防人員貨爆後 趕緊拉水線灌救 就怕大火繼續延燒 鎖性15分鐘就控制火事 不過20坪的房子 被大火燒得一片焦黑 有如廢墟 屋內的鐵床和電動代步車 也被燒得只剩之降 警銷人員立刻拉起封鎖線 不讓民眾靠近 我在家裡就聽到爆炸聲 那裡面因為有一個流浪汗 七個電動車 都進去裡面睡覺 聽說是點蚊香著火的 附近鄰居表示 鐵皮屋常有街友來借助 懷疑他們睡覺點蚊香才會釀火 不過確切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警銷人員調查理清 記者劉潔嬌領域軍花蓮報導